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一本散文集 这本散文集呢 在它刚出版不久 我就已经拿到手上了 然后呢 我就把它放在我随身随时可以读到的地方 时不时的就拿起来翻开个一两篇 那我一直在想哦 平常读这么多书的我 这当然不是一种自我标榜 因为做有声书评到现在 其实阅读量 它等于是一个慢慢自然而然的于日俱增哦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去吸引我 让它成为我随身随时会拿起来看它一两篇的一个作品呢 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我想呢 对于出版市场有一定敏感度的朋友 一定对于这位作家不陌生叫做侯文勇 他之前呢是一位医师 是一位麻醉科的医师 那么后来呢 他回应他自己内心真正的召唤 辞去了医生的一个工作 然后全心专职的去进行写作 这样的一个创作生命 在台湾的很多读者 我想都是这么说 不知道他听到会不会不开心 就是读他的作品长大的 因为从他第一本书 90年 1990年顽皮故事集 一直到2012年的最新作品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这中间其实横跨了 除了他自己的生活分享 生命故事之外呢 也有长篇小说 特别是呢 对于一般 在所谓的台湾的读者 特别有认识的 像危险心灵 因为改拍成电视剧过 所以呢 今天要谈侯文勇 我一直在想 这本散文 我到底要谈什么 书里面的内容 非常有趣 非常好玩 一如他的一个风格 那如果都把里面讲完了 那就有点是破梗了 所以呢 左思右想 我就想说 我们与其谈书 那当然书还是要谈的 不如多谈一点人 那既然要谈人的话 我就想谁比较适合来谈呢 这个侯医生又 可能因为太忙 没有办法上我的节目 于是啊 哈哈太好了 今天邀请到的呢 正是我的老朋友 因为先前呢 我有跟他一起 录过有声书评 谈的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书籍 不过没有关系 刚刚在录音之前 跟他聊天之后 才发现 哇塞 我想由他来谈侯文勇 应该可以谈出很多 一般人所不知道的花絮 那这位朋友 就是皇冠文化的总编辑 卢春旭小姐 春旭你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本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从他开始写作到现在 你这么一路以来 他对皇冠不离不弃 我这么说对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怎么突然冒出这个呢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主要的作品 其实多数 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是在皇冠出版的嘛 对对对 包含你们的这个文学杂志等等 都有连载他的专栏 对 小说 所以我想哦 就从你的角度来看 因为一般人认识的就是 所谓的在 尤其是 我记得我看过他的那个 大医院小医师 还有乌鲁木齐大夫说 然后里导医生我也看过 一般人对他的认识就像我一样 是从他的书 对从他的书 尤其他初期写很多自己 什么早年在当兵啊 然后追女朋友啊 什么那种东西 但是从你的角度呢 你是怎么看他的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当编辑 比读者再幸运一点的地方 对 你就要把这个幸运分享出来 就是我们可以亲身接触到那个作者 然后我觉得 那个洪勇呢是我算是进入出版业 接触的作家里面呢 算是我最喜欢的 数一数二的前面几个吧 那我很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是 我觉得他有这么多年来 他的从开始写作 然后一直到现在是一个畅销作家 这么长久的时间以来 我觉得他有一些那种人格特质 一直都没有变 那这个是我觉得 还蛮难得的地方这样子 对 像是什么呢 呃 譬如说他那一种就是 呃 对写作的那一种就是 热情 执着 呃 热情 还有对人的那一种 呃 诚恳 嗯哼 呃 这种东西 我觉得有时候人难免会因为成名 或者是怎样 会有一点点变化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他在这个部分 一直都还保持着一个 呃 还蛮好的一种特质 听说呢 他 我们知道他是麻醉科的医生嘛 对不对 听说呢 他在你们的社内 好像不是麻醉科医生 比较像是心理医生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洪文勇有一种特质哦 就是 他很容易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会 讲出你心里面的事情 嗯哼 譬如说 你呃 你有一些什么困扰啊 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啊 你现在 自己没有办法解决 或自己想不出来 应该要怎么解决的时候 你就会很想要问他意见 他特别是爱情孤文 其实也不只这方面 我觉得他应该是 因为我觉得洪文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然后他看事情呢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角度 所以不管是工作上 生活上 或者是爱情上 其实 呃 你跟他讲 他都会给你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他的建议 像我知道我有一个同事啊 就常常会跟他讲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感情上面的困扰 这样子 对 其实像这一本哦 我就是忍不住笑的 他里面 呃 如果这么说的话 是他最近这几年 呃 好像在天作不合之后 出比较属于生活散文之类的嘛 呃 还有不乖啊 不乖应该也是吧 呃 对 对 所以其实 像带我去月球 我就呃 带我去月球 带我去月球是小说 是小说嘛 对不对 所以 呃 其实我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 我这一路以来看他的作品 他的生活散文 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他常会制造出一种反差 怎么说 就是呢 比如说他在谈到 嗯 写作这件事情好了 嗯 好他就讲 其实作家的生命 嗯 就是无聊 哈哈 因为 没有 因为当你在写那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把你的那个 譬如说你写小波就写 是 其实在写的这件事情上面 可能是 无聊的 可是 其实他在这个书里面有提到 可是在那个整个过程里面 尤其是他有提到说 他在写白色巨塔的时候 那个是撞壁撞的 很严重的 撞墙期 对对撞墙期 就是 很辛苦 嗯 因为尤其是写小说跟写散文 其实不太一样 是 因为写小说的时候 你知道到最后那些人物啊 其实他们会有自己的情感 嗯 会有他的个性跟生命 对对对 不是说我 我是作者 我要怎么样掌控你们 你们就要听我的话 没办法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一点都没办法 然后那个白色巨塔 应该是 侯文勇第一次尝试 写那个长篇小说 对 所以他他他就发现了 他那个撞墙期 就是很严重这样子 好写了三万字以后 就完全进行不下去 他发现那些人物啊 完全 不受他掌控这样子 要不然就是他 那些人物和故事 变得很平板 对 没有没有 没有画面 不是立体的 对对对 所以他 他就整个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从他开始想写 然后在中间碰到这个挫折 然后在他决定就是 呃 全部放弃掉 把那些三万字全部放弃掉 砍掉重链就对了 砍掉重链就整个重来之后 呃就比较顺了 可是他说对 其实对作家来讲 其实那整个过程 嗯 就是那个你遇到挫折 然后你再去 嗯 反省反思 然后再重新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其实那整个过程才是不无聊的地方 因为为什么不无聊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自己才可能获得一些东西 他用一个比方哦 就是一个内在的心灵大冒险 嗯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没事 每天的工作就要面壁 哈哈哈哈 因为 因为其实作者真正坐在电脑前面的时间 其实不长 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 他其实可能是在思考 或者是 搜集资料 对没错 这个我完全能够体会 因为我自己有在写东西 啊哈哈 然后所以很多人对于我们 这种平常可以出去讲讲课 或者是写写作的人 都有一些 幻想吧 呃我觉得其实不只是 嗯 不只是这样 其实很多人会对我们当编辑也很好奇 对 来说说看 公况来 嗯 他说你们当编辑很好耶 每天就是看书耶 是 其实呢 我们虽然是看书 可是当看书成为一种工作的时候 他其实是完全不 而且你知道编书的时候 其实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包括说 你这个封面要怎么表现 嗯 你这个书名要怎么取 侯文勇这本书 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取好了书名 这样子 我们有些翻译小说要取书名 你知道常常想了 一百多个 对 一直被退票 一直被 被那个打回票 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到后来那个编辑都已经 那个脸上都已经好几条线 整个烏黑一片 这样子 对 其实那个 我觉得其实当编辑的那个工作 跟任何一个工作一样 都有他快乐的一面 是的 也有他辛苦的一面 没错 可是因为 呃 因为别人其实不了解你这个工作真正的性质 所以他们大部分人都只会想到说 哎 那个 比较 比较快乐的那一面就觉得 啊 编辑都在看书 这样子 对 其实我为什么这么 把话题带到这边 我想很多人对很多事情哦 都有程度不移的想象 嗯 那么呢 我一直在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 会喜欢读这样的生活散文 嗯 其实呢 我觉得想象无非就有两个 嗯 第一个就是把自己的很多喜怒哀乐 投射 投射到这样的文字里面 有一种感同身受 哪怕是呃 被安慰或者是被鼓励 都可以 嗯 因为这本里面有写到一些关于激励故事的嘛 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呢 他不仅是投射情感的部分 他还投射了他自己未来要走的道路 嗯 我想很多人喜欢阅读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在大探 怎么读者越来越少 或读者评论越来越难掌握 所以我自己的观察有很多朋友 他对于创作是很有想象的 嗯 那包含我以前所访问过的一些书构 跟这方面的主题有关 但是当我们有在这方面的想象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 很多人常常就是走极端 嗯 就是要嘛就是把它想的太简单 就像侯文游里面讲的 其实作家的工作一点都 一点都不 不是如同你想象当中的这么的浪漫 他多数时候在面壁嘛 对不对 有些人可能会想象 啊可能作家是要去咖啡馆 是 写作 那绝对写不出来的 不要骗人了啦 我也写过好不好 那怎么写得出来 嗯 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它想的 太严重 嗯 然后把自己搞的是 呃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作家也都在吃 抗鱿鱼鸡 啊 这个柏油节 我觉得把自己逼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是不是一个 呃 我常常在问自己啦 如果要把自己逼到这个程度 才能写出旷式巨著 那这个旷式巨著 在潜意识里带给人们到底又是什么呢 嗯 不 不我觉得这有时候其实 因为其实作家本身 是 就是会写作 我觉得本身基本上 他就是比较敏感纤细一点 是 比较sensitive 对 所以也很容易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还需要吃那个 柏油节 对对对 可能 可能会比较 比较容易一点点 尤其当你个性又是比较那一种 是 其实我真的想要谈的就是 嗯 他为什么会 取这个书名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我觉得这个好有意思 因为光这个书名就还蛮有抚慰效果 对对对 其实他在序里面就有提到 是 其实这本书大部分是写他生活 还有生活中的一些片段 包括跟朋友之间的一些片段 这样子 那 呃 我觉得他跟看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这样子 因为看这种生活的散文的时候 其实你很容易可以很容易直接 呃受到 对好入座 呵呵呵呵 要对好入座 要对好入座也可以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很容易得到过敏 像是 呃 我其中有一篇我看到就是 那个欧永远就讲到那个 有一次他们就一群人聚在一起讲那个 呃聊天啊 然后就其中有一个是那个星座血型专家 没错 然后就开始在聊说啊 什么样星座会怎样什么 O型怎么样啊B型怎么样啊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他就想到他弟弟哦 你知道他弟弟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哦 一直都以为他的血型是那个O型 O型 对那你知道 O 人家就说血型O型是那个看起来是 比较酷一点的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他就啊我是O型 所以他弟弟就一副都很酷了 这样子 然后后来到了 过了18年很酷的人生 对对对18年之后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 好像有一次 好像身体检查 对对对对 然后才发现原来他其实是B型的人 B型的人其实那种活泼开朗啊 对对 社交很好的那一种 是 他说他弟弟就完全就变了一个样 你知道吗 其实我看这篇文章就是 我觉得我们人常常会被制约 你知道吗 人生是自我暗示的结果 对对对 我们变什么样的人 通常都是自己在暗示自己的 对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你在看一些别人的 一些故事的时候 有时候他反而会很快的 是 投射到你自己身上说 啊这件事情 欸好像是 欸你会不会自己也这样子 或者什么之类的 讲到这边其实我觉得 因为以他的年纪 他有两个很可爱的孩子嘛 对对 两个儿子嘛 对 然后他就讲到关于半壳人 这个也是好有意思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因为他那个 呃老 就是第二个小孩啊 嗯 就是常常就是 那个不小心思 游到哪边去了 对 就现在的孩子 常常就是低头足嘛 嗯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都盯在电脑前面 对 以至于在人际互动 或者是跟人沟通上面 常常有时候慢半拍 或者是没有反应 对那有时候洪威勇就跟他讲 啪啦啪啪啪啪 他讲了一堆事情 然后他问他说 我刚刚讲的什么 蛤 哈哈 就完全 就完全没有反应 就是半壳人 对对对 蛤就是那个蛤 蛤 所以他就说他是半壳话 这样子 对那其实在 呃 应该这么说吧 在这本里面就还蛮多 修正一下 在不乖里面 他就有谈到很多 呃 用一个比较轻松 一个比较浅的方式 谈到一些 关于我们教育 和所谓的教养上面的一些反思 呃 对 呃 有一种毛色顿开的那种 那种感觉 对 对 其实我 像他就说 其实当 呃 当你对某一件事情 有热情的时候呢 就是呢 你不用别人逼迫你 是 你就会很主动的 是 很努力的去去做那件事情 是 所以其实重点不是说 你应该去做什么事情 嗯 而是说你要去找到 你的热情在哪边 嗯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常常会 会受困允说 别人告诉我们 应该要怎样 应该要这样 应该要那样子 所以 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 啊 那我自己的真正的热情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嗯 他自己的生涯就是一个 最佳的证明嘛 嗯 对不对 他取得了一个 一般世俗都认为 很棒的一个工作职位 嗯 社会地位 对啊 医生嘛 可是他终究就是 回到他自己内心召唤 所应许之处 嗯 然后他现在过的一个是 其实 我相信 不管是外界的人看他 还是他的内在主观满足感 都是很高品质的部分 嗯嗯嗯嗯 所以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哦 嗯 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片刻 会有一种会心微笑 对 或者是噗痴一笑 那 我觉得笑 他是有一个很丰富内涵的 嗯 其实我们不是做一个表情 给这个世界而已 某种程度上 我们是给自己一个 能够放松的可能 嗯 对 对不对 能够豁然的可能 对 其实如果 如果听说你可以试着在镜子前面啊 嗯 就是练习把嘴巴往上 嗯 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情完全 是啊 不一样 是啊 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哦 究竟你是因为唱歌而快乐 还是因为快乐而唱歌 但是不管任何原因 只要你不快乐 你可以先唱歌 嗯 对不对 那我想哦 有时候我们一念之转 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生命 或者是你觉得生活生命能调整的真的太少 那么至少给自己一个机会 看一些好文章好作品 嗯 对或者是就像呃 侯勇这本书 其实我就是忍不住笑了 嗯 其实他里面 呃写下的都是一些呃 他的人生当中一些让他 生活剪影 嗯 对而且是让他 让他觉得开心的 是 开心的那个片刻 那也许 呃听众朋友们可以试着 呃去储存一些你 嗯 人生当中一些快乐的片刻 对 然后当你沮丧的时候呢 把这些快乐片刻再拿出来 重新回味一下 从资料库掉出来 对对对 我相信会给你 呃再一次那种 嗯 那种力量这样子 对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 其实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 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 就是放在你 随手可以 是啊 拿到的地方 嗯 然后就是 哦就是 三不五十就拿起来翻译 我觉得都会让你很开心 对 其实有时候生命要的不是答案 而文学能够提供给人们最大价值 也不是提供答案 嗯 而某种程度上是叫做 问对一个问题 或者是帮助我们想法转个弯 对或者是一种支持 因为所有的答案 都是要你自己去 对 去找的 没错 嗯 所以呢 很谢谢春旭来接受我的访问 那么也希望哦 呃 整个皇冠文化跟侯文勇 能够陆陆续续的 在为我们推出更多的好书 听说他现在因为 才子嘛 对不对 很多事情在忙哦 所以也麻烦 您这位总编辑 多给他一点压力 省得 希望他每年出一本书 对啊 保持每年一本的节奏嘛 是吧 我们会鼓励他 对 OK 希望我们的侯医师听到这一段哦 不要突然来骂我 这样子 然后我已经够忙了 为什么这个主持人还要 我的编辑给我更大的压力 不过没有关系哦 我想侯医师 你绝对有办法调整好 你自己的一个节奏跟脚步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的作品真的会让我们 忍不住都笑了 谢谢你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咯 拜拜